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8日,繼續跟進這個周子樂案件 我們從這個車鏡看見,不是車鏡,是CCTV,在案發前15分鐘的時間上一套片就已經拍下了 大家可以上上一套片看的,如果還沒看的朋友,拍得很清楚那個場景 那警方就說,他們說警方沒有推這個周子樂落樓,喂,但是他不是說沒有人推周子樂落樓 他說警方沒有推周子樂落樓而已,警方的意思,他可能說執勤那些而已 那整件事就很吊詭了,那又說回那個CCTV,那就是有個黑色衣服的人 很明顯就是推前面那個人向前走的,那你15分鐘在同樣的地方出現這兩個人 那有權相信前面那個就是周子樂啦,而後面推他那個呢,就不像防暴的,不是防暴來的 就是那個裝束不是很像,也都沒有帶這個面罩各樣,我是指豬嘴,那沒有帶豬嘴各樣的 那所以那些催淚彈是不是真的厲害到呢,煙霧尼漫各樣的呢,有似乎不是 那但是在接近的場景出現過這樣的鏡頭呢,他殺的成份是很高了,那也解釋了 為什麼周子樂同學跌下去的時候呢,其實你一層樓的就沒有可能那麼傷 也沒有用到隻手護著頭,這點是應該呢,在他一個叫做神智上各樣呢,不清晰各樣的環境下呢,發生的一件事來的 那我就說回啦,警方拖延救門,就絕對是,你可以說是直接也好,間接也好是同謀來的了,是蓄意謀殺 是犯了這個國際反人類罪行,是一定要上國際法庭的這些這樣的東西 啊,已經拍了的了,就是呢,他們是阻礙著救護車進去的,啊,就,還要有個另一位呀,的手足知道這件事 那就去引開他們的時候呢,等救護車進去,然後呢,是被人打到頭破血流的 那那天,即是外圍發生的東西就是這樣啦,那很明顯呢,他們阻礙救護車進去的那個動作呀 啊,就令到一些街坊啊各樣呢,出於義憤,那就急叫了下來啦,應該是 啊,引開他們,等救護車可以進去的,那這點最無可恕的 無論有心和無意已經是,造成蓄意謀殺的了,即是無可抵賴這件事 而且已經說過很多次,阻礙救門工作,是違反國際準則的 那當然啦,啊,沒有pass沒成,那所以呢,你可以說整隊警隊都是共犯 啊,特地不showpass的嘛,你上面那些有護短各樣的嘛,那整個警隊都是共犯喔 共犯啊,懂不懂共犯兩個字呀?全部都是,都是蓄意謀殺的共犯 啊,阻礙救門工作,天理不用的啦,這些事 那我們說回,那個疑點就是呢,你一層樓掉下去,不可能那麼傷 但那個問題就是,有些人就說呢,他是遭到,啊,很多的 啊,那我推翻之前呢,說這個催淚彈,還有那個,啊,即是說 他放射催淚彈,然後令到整個畫面出現龍煙這件事 因為好像就不是很嚴重那個龍煙的程度 而我看回幾套片呢,在停車場那裡走的時候,他們都說呢 其實就真的都幾空曠一下,也就是說都未至於啊,會龍煙去到這樣的程度的 那這個呢,就是由環境證供,倒逼回那個,啊,場景出來的 那你不像是這樣的嘛,啊,但是向私人屋苑裡面射催淚彈 當然是,不知所謂啦,又是,是不明白他們在做什麼啦 簡單說,是屍射啊?立威啊?還是Merry go around啊? 騰騰騰在這裡玩啊,這樣啊,你會誤中街坊各樣 尤其對寵物啊,都非常之有危害性的啊,啊 就是如果有人放狗各樣,舔了一些殘餘物各樣 那就搞到人家那隻寵物都有事咯,很多殘餘的影響在這裡嘛 那說回周子樂同學案件 那你,啊,沒有可能,就是跌一層口就那麼傷 啊,你會護住個頭 那還有那個盆骨那裡呢,那個傷勢是非常嚴重的 那後面那個黑衣人的身份呢,就非常值得懷疑啦 能夠啊,有這麼殘暴的手段呢 就是,可能是特種部隊啦 你知道啦,就是811,啊,新屋嶺那時候啊 那些傷者全部都是被人打到呢 就是,肩頭骨都碎了整四塊的嘛 啊,能夠有這樣的力度那些呢,就是可能是SDU啊 或者是特種部隊或者國安那些人來的嘛 那這裡就徵求那天啊,就是整個停車場 如果有車鏡各樣拍到呢,那就希望會提供回啦 這單人命關天啊 而領展也應該將所有的CCTV都提供出來啦 是盡快啦,但是是應該遮住車牌號碼的 那你由底下上到去呢,啊,你要跟蹤回整件事咯 有些什麼人進過去,有些什麼人出來 即是,不是放些不放些 那你說原本這些是警方的工作的呢 不過他們說沒有可疑的嘛,對不對? 身中80刀,沒有可疑,啊,自殺身亡 你連這個的士徒夫鄭角泉都可以放過不下charge 連那個太古城啊,咬人耳仔那個啊 還有,插到人村廢都可以不下charge的時候呢 那我不知道他的執法標準在哪啦 不要說執法,所以梁家傑這些又是粉蛋來的 啊,還說這樣努力守住各樣,這個是粉蛋中的粉蛋啊 老粉蛋,啊,楊岳橋都叫少了出聲的啦 你根本是全部都不下charge嘛,那些人 有什麼好說的? 好啦,那說回周梓樂案件啦,那就是呢 他應該是一個叫做半昏迷狀態各樣的 就被人扔下去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你就要想啦 是什麼可以令他進入這個半昏迷狀態 那你說偶打各樣呢,就不像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醫生會見到各樣的嘛 你如果見到手腳啊各樣有些瘀痕各樣 你不會是扔下樓造成的嘛 你扔下樓最多就是造成一些叫做骨折啊,內出血啊 各樣東西啦,是不是? 而那個頭部傷到這麼嚴重呢,很明顯是 有調節過那個角度那樣去扔下去啦 而事後阻礙救門工作這件事呢 合謀的機會70%啦 因為呢,是有機會去什麼人都阻礙的啊 總之見到救護車就不順眼啦,那些防暴 那些防暴之下,那跟著去扔下去呢 那有機會當時呢,他就跟周梓樂同學講啦 即是現在要手理身啊各樣趴上牆這樣 那你就背脊這樣去趴上牆啊 然後啊,那就拿把電槍出來,嘶嘶這樣 那你就暈倒了啊,還有機會可能電到失禁的啊 那所以呢,是跌下去之後失禁啊 還是之前已經有這個現象呢 上面會不會有些療跡呢? 啊,也都是值得去查證的 即是如果你真是去看這宗案啊 那然後你電Q暈了啦 然後又上面那裡扔下去咯 那這個是我的推測 那當然啦,我又在這裡想啦 為什麼要針對這個周梓樂同學呢? 即是如果你真是國安系統在這裡做事的話 那就很大機會是因為他那個背景了喔 啊,我講了那麼多集,我都沒有留意到這件事啊 真的 他是讀計算機科學的 即是computer那些東西 那就極有機會是他本身啊 即是可能做到很多電腦聯絡工作啊 各樣那些東西的喔,是嗎? 啊,那又有極大的動機的國安系統在這裡運作的了喔 那有些人又說啦 即是經常在這裡,啊,這樣說 對那些警察非常之不公平這樣 那我就很客觀地說啦 你連月來的執法是超過了所有赤道的嘛 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那些赤道的存在啊? 那些警例,那些警例啊 當初為什麼會立了出來啊? 就是防止,即是其實不只是保障市民的嘛 都是保障你們自己的 你們犯了那麼多的例 啊,即是在這裡阻礙救援工作各樣 什麼都這麼粗例 又打反,又這樣那樣,又砌生豬肉 跟1970年的時候啊,是完全沒有分別 那個ICAC形同虛設的時候啊 那結果你就做什麼鬼東西的時候都有嫌疑咯 就這麼簡單 你那些CCTV各樣又全部都不會交出來的時候 那什麼人是最想掩藏罪證啊? 殺人兇手啊嘛 所以這些叫做什麼啊? 四個字啊,合理懷疑 不是砌生豬肉啊 而且很明顯啊,是有這個濫刑的 甚至乎你們自己啊,都知道啦,對不對 就算你自己沒有做過啊 你都不會不相信啊 整個警隊裡面沒有人做過啦,對不對 總之整個警隊裡面一定有一批人 就當其他人不是人這樣看待的了 還要人生相呢 即是那幅什麼啊? 啊,拿著布袋彈槍在這裡射人的時候 跟著呢,在那裂嘴而笑那幅相呢,對不對 根本是當打獵那樣打的啊 那以上是我的推斷 啊,今天講到這裡啦 那些件事 這麼多的新衣服 就這樣講到這裡 你 przetила 你不覺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